哈囉 各位VOGUE的讀者 大家好 我是張孝全 對 就是在開拍前 然後跟導演 編劇 我們聊角色 聊故事 然後當然大家對於角色的理解 當然不可能完全一樣 會有一些出入跟差別 然後就聊著 當然中間也有很多的辯論 當然那個過程是辛苦 但也很開心的 因為那時候主要是在聊方一任跟徐海音 還有趙承寬的關係 後來就突然有一個感覺 覺得方一任在這個故事裡面 他其實就像土 就像大地一樣 他是看似平穩的 可是當發生波動的時候 就像地震一樣 然後徐海音就像水 他是可以在不同的容器裡面 他有不同的樣貌 他看似柔 但他其實也是具有毀滅性 造成寬火 所以那個時候就突然就有了一個 用這樣的元素去形容這三個角色 還有他們之間的關係 一開始本來有設計 但後來沒有用 因為開拍的第一天 我記得就是在酒店那場戲 然後我換好戲服 眼睛帶上去 因為在那場戲的狀態其實方一任 他一輩子應該是沒有去過酒店的 那基本上已經完完全全跨出他的象牙塔 100公里這樣這麼遠 所以基本上到了那樣的環境底下 其實對他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壓迫 但他不得不做這件事情 因為那是他現在唯一有的線索 他就是這麼直白的 就是直接去做 就是問你有沒有見過他 可是當他跨出這麼大一步 然後努力克服自己的障礙 在這樣的環境底下 但是他怎麼問 大家都是沒有見過 所以他已經把自己逼到了 一個不斷的這樣累積 然後我記得拍那場戲 就是在這樣的狀態底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就 就做了一個這樣的 就有了一個這樣的狀態 然後拍完之後導演就問我說 這個是不是你之前設定的 就是我說不是 是衣服換完然後到那個地方 然後我覺得那個狀態就有了 從來拍戲最爽的時候就是 通常那個時間不會是太長的 它可能是一場戲 兩場戲 或者是一場戲的某一段 當你空了 那個是最棒的時候 就是那個空了就像 你好像更真實的在那個當下 我覺得那個就是最棒的事 因為我小孩子現在還蠻小的 就是我跟他講很多東西 他可能也聽不懂 但我還是常常跟他講話 對 小朋友有很多階段 就他現在的階段 我不需要太多的管教 我需要的是更多的陪伴 所以我也不確定 當他需要管教的時候 我會是哪一種父親 但至少如果說陪伴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我可以做到的 對對對 我只有一位 誰也想問 都有 演員 赛車 犯罪 一次看完 白天晚上 電視 男 площадro 顯素肌 顯素肌 惹作ud ろ坐著還是躺著 喔 躺著 一個人看 一個人看 馬之翔 王伯傑 王伯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如果不選他他會哭 他會很難過 然後你問他他一定會說才不會 但他一定會很難過